Hello 早上好 今天是我们在无人区的第四天 生存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早上是被冻醒的 昨天晚上 这个女孩子 她是怕鬼 然后 一会这一会那的 我们所有的人都闹到了4点钟才睡觉 4点钟的时候开始已经温度下滑 就一直冻得色色发抖的状态 今天的天估计还是会有大雨吧 然后 还有一个痛苦的东西 看一下朋友们 这个红马姨到处都是 昨天晚上爬我裤腿里面爬了几遍 真的是 饱受折磨 又冷不说 刮大风太马姨咬我 杯子又饱 还是这两位 我们现在所有的装备都已经收拾完毕 准备出发了 那这个棚布呢就不拆它 留给下一次有需要的人 就包括锅 还有这些蓝 就 这些呢都是好的 然后下次如果有人进来的时候 它可以直接使用 这个无人区就是这样子 该带走的东西带走 带不走的东西呢 留给下一位使用 好吧 走了 下山的路上呢 大家都行舍匆匆 各自过着赶路 都想早点离开了呀 回家坦平去 现在呢我们是又到达河边了 看一下河水蒙涨了很多 之前河水在那个大石头那里 河面不是很宽 现在变宽了很多 水流也急了很多 他们俩先替我们试路去了 看起来好像也还好 没有很很深的水可以过 走吧 河边去 一片小沙漠走过来 就到那天晚上 谁找的地儿了 终于走出来了 今天由于天气比较好 加上一直是下坡的原因 我们脚程也快了很多 四个小时 我们就已经到达 最后一座山底了 爬过这座山 我们就算完成了这次 无人区的四天三夜 而且 今天这个天气 真的是贼好 我们在雅谷的时候 它有下一点小雨 但是不是很严重 出来过后 就开始出太阳 但是太阳又不是很大 不像我们第一天出发的时候 直接40度 烤的人受不了 加油 这座山过去 我们就穿成功了 爬上是真累呀 这些夹缝里面 说完下坡费膝盖 当然是喜欢下坡 毕竟它比较快 不费体力 大太阳开始出来了 下山的时候 他们又带我升级难度 阿丁他们是从那边 我们上的时候上的 然后我们又走这边 直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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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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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还好 走了五个小时 就出来了 嘿 慢慢等阿丁他们吧 他们走的比较慢 先出来把视频那些弄一弄 消失几天了 来 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收获 一块大的 一块小的 这块料子好像比较好 唐白玉 这块好 这块好呀 哈哈 这块好呀 哈哈哈哈 哈哈 不识货的家伙 我们终于出来了 终于终于回来了 下山第一件事情就是吃饱大盘鸡 大盘鸡 美味 阿玲直接鞋子都扔掉了 小爱 老五 谢谢你们把我们安全从山上带下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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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带着满身的疲惫 回到了住处 太不容易了 回到家洗好了过后 已经什么都不想做了 只想就这样躺上两天 好累呀 话都不想说了 但是还有一件东西没给大家看 我捡的石头 这是大家最好奇的吧 现在这些呢就是我所背回来的 这些都是核石 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咋想的 捡了这么丑的 这两块呢是玉 但 次量的话 这一块要好一点 还有两块小的 中途弄丢了 所以我的收获就是这两个 其实有很多想说的想要告诉大家 但我这会实在是太累了 等到明天吧 健身稍微好一点了 再跟大家细聊一下 简易石 是不是大家所想象中的 那么简单那么容易 我再说一下 一块一块 全部都可以做一些